啊 嗨 大家好 我是莉莉莉莉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 清透感的素颜妆容 最近不是那个茶艺妆特别的火吗 那今天这个妆容就在茶艺妆的基础上 再加一点点的小心机 就是可以hold住你的那个前置摄像头的 死亡原相机拍摄都好看的一个妆容 那我现在是刚刚洗完脸的一个状态 那么新肌裸妆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无瑕且通透的底妆 所以今天的重点部分呢 就在底妆 先来喷个水 然后呢再来用个精华 那今天的底妆部分呢 基本上用到的产品呢 都是在Tuber他们家的 那精华呢 我今天用到的是这个CT的这个魔法 钻光晶透精华 它是这种流动性比较强的精华 非常的适合干皮 那这个质地呢 上脸之后它是非常清爽好吸收的 它能有效地提升皮肤的一个保湿度 为我们的后续底妆呢 做好一个打底的步骤 那面霜部分呢 今天用到的是CT的这个魔法面霜 它的质地呢 是这种就是乳霜的这种质地 在脸上 然后这样子打圈 去把它给涂开 这款就是用来做妆前打底 超级好用 它里面呢 还有八种独家的符合成分 上脸之后呢 能快速地锁水保湿 就你感觉皮肤瞬间就变得滑嫩水润了 就是干皮对它真的是相见恨了 适合我这种就是熬夜脸去用 就你们看涂完之后 能迅速地缓解一个暗沉 然后能体亮你的一个整个肤色 日常呢 你还可以把它当作就是妆前乳用 它上脸之后会有一点点 就是那种平滑毛孔的一个效果 而且它自带就是SPF15的一个防晒纸 那像我今天拍视频 我对面就是窗户 那涂一层这个的话 它的防晒度就已经足够了 还有一个最值得夸的就是 我觉得它会让你的后续的底妆 非常的服贴且持久 今天用到的粉底液呢 是CT的这一个 这是我之前看一个博主 他拍视频的时候用的 他当时就挤了 就这么一点点 然后上了整张脸的妆 我就当时看那个博主 它上完这个粉底液之后的 那个皮肤状态 真的是谁看谁想买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算是那种比较轻薄 又适合干皮用的粉底液嘛 遮瑕度非常的好 你们看上完之后 黑眼圈的对比 轻薄的这种粉底液啊 能做到这种就是遮瑕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nice 妆效是那种就是半哑光的妆效 上脸之后呢 它整个质感呢 就是非常平滑的那种 就显得像我们自己的皮肤一样 它的妆感也不是那种 颗粒感很强的那种 非常厚的妆感 就拿来做我们今天 这种非常通透的 尾素颜妆容的底妆 就特别适合 非常前脸的这个遮瑕 体谅一下肋沟的部分 这下定妆部分呢 是CT的这个 大名鼎鼎的蜜粉饼 它的质地呢 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轻盈 上脸之后呢 就整个细腻毛孔的效果 非常的好 尾素颜的心机呢 就是你画了每一个步骤 但是iPhone直接怼你的脸 都拍不出毛孔的 就一秒柔胶的一个感觉 夏天就是对干皮也特别友好 你定完妆之后啊 完全不会干 也不会什么肤粉呀 卡纹呀 起皮呀什么的 就我觉得定妆这一步 就蛮重要的 因为你定好一个妆 它决定了 后续底妆的一个持久度 定完之后就是 非常干净的一张脸 眉毛的话 今天就是还是 顺着自己的眉心画就行 你顺着眉流这样子 轻轻的勾两笔 我今天用到的是这个 就少量多次的去修这边 可以带到一点 你眼皮前面的顺便 给眼睛做一个打底 接下来修一下两边 眼影部分呢 我今天选了一个 特别粉嫩的盘子 先用这个色 接着睫毛根部 然后这样子一点点 往上映染 再选一个这样子的深色 压在眼皮的后半部分 用手指沾这个颜色 今天的眼线呢 就是要特别特别短 然后不要往上翘 睫毛呢 一定要夹翘 腮红部分呢 今天用到的是 这个眼影盘里面的 这个颜色 就是跟眼妆呢 搭起来的一个颜色 往眼下这个地方扫 带到就是眼角 这边都扫到 可以耐心的多 晕染几次 这个范围只要一加起来 就会显得成整个人 楚楚可怜的 那个唇郁感就来了 所以腮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化一下 唇妆部分呢 我今天选了一个 特别裸的一个颜色 那最后再来 给整体妆容 加一点高光 我这高光碎了的 最后的最后 还有一个灵魂 我们来点个质 点明显一点 好了那现在整个妆容 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去换个造型 我们一会儿见